歡迎收看G.M. 垃圾話 歡迎收看G.M. 垃圾話 為什麼今天我們要是這樣的方式來錄呢 汪哥 為什麼 到底為什麼 這已經是你的招牌了是不是 招牌招牌 我這樣我聽到你家有垃圾車耶 對啊 太適合我們這一集的節目了 對啊 G.M. 垃圾話 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還好嗎 你最近還好嗎 對啊 要先跟大家解釋 為什麼我們今天會用這樣的一個方式來錄 錄我們的G.M. 垃圾話 因為呢 就是剛好 我們球隊有球員確診 那其實 聯盟呢 也有其他的球隊有確診的狀況 那我們就分開來在自己家裡面 然後來用這種遠端來錄的方式 親愛的最愛的中鋒 我告訴你 溫婷就是哈校園 我聽你這樣子的一個開場白 似乎 後面應該有一些比較不客氣的話要來 有 我的梗埋了很久 為什麼在上一次我跟你一起錄節目的時候 聽捐贈了兩萬塊 那時候我已經跟實戰單位說了 你們等著 後面一定有 好消息 好消息呢 其實 哼不過兩週 欸 我那一天又在電視機前面 好好的看著台幣比賽 我看台幣比賽都不是看內容 我都在注意哈校園 唉唷 那其實跟很多球迷都是一樣的心態 真的 你現在的部分是 就是一種盯著我啦 盯著我看 焦點 那一天的狀況你說一下情況 唉呀 我覺得事後齁 再去說什麼 我認為裁判吹得怎麼樣 我覺得這些也都是後話的啦 真的是 當下 連續幾個吹判 我認為非常清楚的 就是 反規 或者是不利於我們連續幾次 那我真的是 有點 重點可能是因為是連續的啦 所以我也真的是忍受不住的 突然這樣上去暴走 那 後來事後我真的我也很後悔 然後 我也非常感謝導播 在最後我那幾個 嘴巴的嘴型的嘴上面 他還給我放慢動作 非常謝謝導播 給我這樣一個表現的機會 那總之我覺得我就是做錯事情 不對 不對就是不對 那 其實 聯盟也給了我一個 算是 蠻嚴重的一個懲處啦 那我只能說我就是 非常心甘情願的接受 因為趁這個機會我覺得我們 不將約束 對 如果你在這被吹一個T 以後 你敢不敢 來我們攤位賣太陽隊 有沒有包吃住還有吹票 那我覺得 包吃住還有吹票 我包了 我就是想看你 如果再被插一個T 你來我這一邊 台提到 賣太陽隊的衣服 OK OK喔 好 我跟你講我被吹了 我被吹了 我被吹了 我就到 天母的 台皮組場外面 好 如果沒有我們太陽隊比賽 我 五萬塊皮 也去賣 台皮的衣服 還不進去看 哈哈哈哈 OKOK 第一個 我自己有想一下 比罰五萬 還 丟你 還定 真的定 我已經幫你做了 6XL的球衣了 好啊 好啊 因為我覺得 你不出兩場 也差不多 兩場 我跟你講 後面你台北比賽 我會用雙眼盯著 你 你啊 就這麼決定 我不看平台內 我就一直看那個Bench 有嗎 我要你來了 而且我會到現場鼓掌 應該插下去 插下去 哈哈哈哈 OKOK 那但是呢 汪哥 我是覺得 有一件事 我一直耿耿於懷在心中 但是 在上一個禮拜的比賽 你們 對上了忠信 最後你們輸4分 但是那場比賽 桑尼 跟何喬登 我那個沒打 連登錄都沒有登錄 這是怎麼樣一個情況 本場的內容 我們從頭到尾 領先 最多領先到18分 可見 我們 沒有桑尼 沒有河橋燈 發現 一樣猛 一樣 一樣猛 而且我們的 菲律賓的另外一個 KG 打得很好 尼奧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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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塞 那個太大 5千 比賽 5千 比賽 5千 比賽冠軍 我那天 得12分 毛起來 打 你毛起來 抓籃籃球 我們成長贏了20個籃籃球 到底要怎麼樣 那這麼短的時間 有辦法把這些分數輸回去 這也是藝術喔 厲害厲害 你教一下我好不好 教我 你要去問素人 哈哈哈哈 我們自己要填好 我說實話 因為我們那天 我講真的 我勝負已定了 我們也在準備能量去打季後賽 你們關鍵是在這一週的對列役 我特別期待 因為我知道網路PTT 已經在期待這場比賽了 紅音牌海底機 紅音牌海底機 對對對 紅音牌海底機 我聽了真的非常不爽 對 你那一場攸關很多耶 應該這麼說 如果那場我們輸的話 然後桃園呢 自己後面的比賽也都輸掉的話 那真的台南就會到第一輪 那第一輪的挑戰賽呢 就會是我們對台南 他只要是連勝我們六連勝 他就可以去打季後賽第一輪 你叫我家鄰居說 台皮對台南六連敗 我跟你講 那這不可能 我跟你講 那我鄰居 全部所有的男性 在行義路 我是住在行義路 剁掉 我不能說幾項 所有男性全部剁掉 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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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到清朝了 就是這樣子 讓你選任何一支球隊 你最不想季後賽第一輪遇到的會是誰 太低 調整啊 我們先調整 對其實 我是完全可以理解 因為其實 你們那一場比賽 說真的我從頭看到 打得真的很精彩 打得很好 而且如果是我的話 我已經確定進了氣候賽 而且確定 我是第幾名的狀態 我也會做這個調整 那天我跟光哥握手的時候 我說 光哥 辛苦了 光哥就這樣 素人一來 那想不到 上一集我是跟他錄節目 我就這樣 素人 素人這樣 小哈你知道我的感受是什麼嗎 學長 什麼的 我發現 從這個鏡頭裡面看 你長得跟顧文哲 幾乎 百分之八十七的相像 真的 我愛台灣啊 我是台灣人啊 我愛台灣人啊 真的好 顧文哲 人家在亂鬧了 我們是KM那時候 已經被我們搞得有點變相 哈哈哈哈哈哈 再來呢 其實在上個禮拜的比賽當中 這個光總 你們對上了桃園雲豹 這場比賽打得非常如火如荼的時候 唉唷 垃圾車又來囉 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發現 唉唷 我發現你住在 垃圾很多的地方 沒錯 垃圾很多地方對不對 不是 沒有我不敢上街啊 我沒有看過 垃圾來了 垃圾來了 我沒有看過一個區域 一個晚上收兩趟垃圾 哇 你們這個區域垃圾特別多 你回到這裡 嘿嘿 就是說 打得如火如火的時候 突然停電了 怎麼會這樣子 突然沒電了 當你在45度近區的那一邊呢 大概就罰球線附近 做了一個拋頭 是 一氣 關燈 哇塞 我差點 要開香檳 我想說 要做最浪漫的事 要求我們 一處 想說 今天不知道要幾點回家 以我們的這樣子經驗 完了以後 馬上紀錄台 包含到裁判老師 包含到我們的 蘇毅潔 我哥對不起 桃園大廳店 我老經驗 我一去外面走出去一看 欸 那個中原大學 其實有點一片漆黑耶 哈哈 我發現你今天的 那個 彰化有點多 真的嗎 對對對 有點過嗨的這種話 欸那一天我才了解新的規則 因為那一天的領場委員 是詹台生老師 我說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領先 而且還正順手 欸那我心裡就 矛頭一想 那是不是比賽就這樣子結束了 又要打了 對啊 可以贏啊 而且他一周是 我是二連戰 因為我下一場要對中生 結果 裁判就跟我說 汪惟潔 王總 你冷靜 以前有案例 我完了 你就是 對 你打過第四點 剩下四秒鐘 嗯 停電 停電 結果 電沒回來 移到第二天 補賽四秒 有這麼無聊的事 台灣的歷史上是有紀錄的 我那天學到了一課 所以那天還好啦 電突然來了 那我覺得運氣很好 把這個比賽順利的完成 其實小四那一天 其實早做了一些事情 因為燈一關的時候 那他窗邊應該關起來 來做一些該浪漫的事情 他們沒有 沒有想到這種 對不對 不是 因為窗簾 很少人會想到球場的窗簾 有沒有可能窗簾沒關好 突然一到光 就直接射到我球員的眼睛裡面 這是有可能的 就在裡面的廚場發生過 我告訴你 那一天的廚場是剛好窗簾 我們那個很老舊嘛 我們那個村民還要扣鐵環的 你知道嗎 對對對 生鏽了 掉了三個鐵環 我真的那天以為我中了你們 台中威革太陽拳 真是有夠厲害 難怪黃正有一點前方眼 有一點有一點 我看他發現他眼睛有點灼傷的狀況 射不進去 非常奇怪你們球隊 左蕭黃旗蕭霸哥 來了兩個在那裡 那一場也是順利的把他打完 好 那今天呢 我們GM垃圾化算是 給各位觀眾一個 比較special的一個狀態 好不好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這個special的狀態 不要維持得太久 我們也希望可以很快速的 可以回到正常的一個錄製方式 因為畢竟我跟汪哥 我們兩個真的是要遇到 才有更多東西可以 卡 我跟你講喔 少了這兩集的節目 其實我特別內心非常的想你耶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真的 我就覺得我們這一集的節目 都覺得時間太少了 都認為都可以變成 帶狀的錄影節目 一直就 我真的覺得可以 而且我們還可以再把它發展成 像是Podcast這種東西 那絕對 那個Podcast我們兩個聊的話 那絕對 哇這我們的強項啊 OKOKOK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垃圾化 也就差不多到這個地方結束了 那麼 記得 喜歡的話要 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喔 好不好 那我們下禮拜 7月垃圾化 掰掰 掰掰